主持周年 国庆 我们全国总工会就要我去 节目主持讲 他说袁先生有个伟大的设想 我说没有设想 我说我做了个争论 我梦见 我跟我的几个同事 到我们试验田那时候 下午的时候 我梦见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 水子比那个哨子还长 那个纸以前花色没那么大 哎呀 那个太阳晒起来 我跟我的同事就 坐在那个倒睡下成凉 就做了这个梦 后来 就是前年 我又做了一次 我们要到云南 去念授一块高产田 某产达到了1139公斤 不得了 2278斤 一剂 我就梦了一个 那个就是某产 一千一百三十九公斤的 倒在水边就梦了 梦到哪里 那个田啊 不是田啊 是一个大树 上面的净是一个水子 是吧 一个树 上面净掉是一个水子 那个水子很沉点点的 是吧 我就说我要我那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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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生 我说小五啊 你量一下面积啊 我这里到底是好多残量 是吧 这个那个子里呢 也很大很大 是吧 接近花生米那么大 是吧 我完了 那个树啊 那个就是 他个半季 我说你把 我说你的数学好啊 他要二平方啊 他要好多啊 你量一下啊 我这好多面积都散了 又做了这么一个梦 当然你一讲 漂亮花呀 为了 我拯救这样来 我不讲是吧 我讲的就是 实际上就想配一个 高产的品种出来 是吧 能够呢 是吧 把这个水子产量提高 是吧 希望能够是吧 为这个就是说 提高粮食产量 水子产量 做一点供应性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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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